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面包,不用烤箱,不用揉出手套模,揉软辣丝,一起来做吧。 盆中加入300克高筋面粉,30克白糖,搅拌均匀。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,蛋液约100克。 再加入约110毫升温水,搅拌成絮状。 下手揉成团。 这个面比较软,会有一些粘手。揉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刷上一层油。 再借助油把它揉光滑。 揉好以后,密封饧上一叶。 这个是饧好的面团,看一下,可以轻松拉出手套模。 先把面团放置一旁。 取一个小碗,加入3克酵母粉。 约20毫升温水,把酵母搅拌融化。 再加入20克面粉,搅拌成粘稠的面糊。 把饧好的面团一张案板上摊平。 倒上搅好的面糊。 多揉一回,把它揉均匀。 沾手的话就撒一些干面粉。 揉匀以后放回盆中,盖上盖子,形发至两倍大。 这个是形发好的面团,里面满满的蜂窝。 把它取出来,一张案板上揉搓排气。 搓成长条。 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 把它们全部揉圆。 取一个盆子,底部和周边都刷上一层油。 把肉揉好的面剂。 放入温水锅中,饧发至两倍大。 准备一个蛋黄,加入适量油,搅拌均匀,备用。 这个是饧发好的面包生皮。 在上面,均匀地刷上一层蛋黄液。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。 放回蒸锅中,水开以后,大火蒸40分钟。 煤5分钟,出锅。 出锅以后,用刮板沿着边缘刮上一圈,就可以轻松脱模。 这样,我们的蒸面包就做好了,特别的蓬松。 掰开来看一下,里面是拉丝状。 柔软细腻,好吃不上火。 能一片一片撕下来吃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